- 蛋袍 最近剛購入 它這個的話就沒有辦法穿新衣服 它只能貼胸貼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洞 就是有一個洞在裡面 所以男生會很喜歡這種 那個也是 就是 辣妹 裡面也是有胸線的 然後你就可以穿 然後這種有線條 就是掉在那種胸部上面 男生就會特別去看 而且不用戴想念 對 然後就會特別去注意到你的 但前提是要有一點胸吧 這平胸會鎖骨會打到歐槍 這邊講男人的快樂期 其實真的超級簡單的 真的 真的嗎 對 笨 有一點接近笨 沒有 有 好 歡迎光臨到女儂我介紹 我們今天要探訪了 就是你們臭男生們 這三個臭男生們 對 因為你們開心我們沒有錯 可是我們真的看不懂你們的開心 在哪裡 他們點得不知 有沒有覺得說這又沒有什麼 不知道要到什麼程度他們才會開心 或者是甚至那種程度是會 惹弱我們女性 會嗎 我們要小心一點那個程度拿捏好不好 沒有 我跟你講男人的快樂期 其實真的超級簡單的 真的嗎 對 笨 有一點接近笨 沒有 我們是會長大的 對 像我以前就是可能覺得身材很好的女生 我就覺得OK 滿意 但我覺得現在女生呢 對我來說可能就帶有一點知性 知性 要有知性 然後有點品味 然後中間要帶有一點性感 我知道 我知道 威權 您今天是 威權今天也是來宣傳的 對 對 這一張是我隔了兩年之後 發的新專輯 這樣專輯呢 在11月10號要上線 然後叫媽媽 媽媽就是馬來西亞的飲食文化 真的嗎 然後我就用這個媽媽呢 用她的血音寫了一首歌叫 媽媽擋風遮雨 永遠在後面成為我們的靠山 好溫馨喔 她就有了這首歌 然後後面譬如說還有 沙巴的愛情島 因為我是沙巴人 沙巴好美喔 然後這次也特別回沙巴去拍MV 希望能夠把整張專輯 其實把馬來西亞的多元 在這張專輯裡面呈現出來 是這樣一波一波釋放出來 對 那你看女生性感的角度先看 對 看哪裡 我覺得女生 我看她穿著上面 如果是肉肩的話 我覺得很容易看起來是比較性感 肩膀 肩膀 鎖骨 而且皮膚 誰問你 誰問你 我懂威權我們認識很久了 對 又認識很久了 真的 我當然認識她 該不會應該帶威權的MV吧 她應該是我 好 那我們也要那個 你們欣賞我們真的看不懂 但是 那個 兩位大師的欣賞的角度 我們就真的要跟他們學習 對 不一樣 不只跟他們學習 我們要聽聽看 那我們來不來得及改變 變成長 變進步 變得更性感 更讓人喜歡 有沒有可能呢 Youtube老師 謝謝 Youtube老師 嗨 大家好 我是蘇琳老師 那我們今天真的有 超級性感的東西 你在擠什麼 你想看對不對 你在擠什麼 不是 等一下出來的人真的是 你那個正報部隊 都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 真的 會轟動 準備好了 而且我們是參考的 知名的麻將節目 你知道嗎 等一下那個VCR的角度 跟我們平常拍的是不太一樣的 還有一個繩子角度 就是它會從上面往下拍 對 往下拍 那為什麼往下拍呢 它一開始說是要打 看那個我們看麻將有沒有 看牌 但其實是 而且拍的那個位置 就是剛剛好是女生的長輩 還有一個絕對領域 男生最喜歡的部位 對 你看他們真的想很多 角度都跟我們不一樣 對啊 而且代表他平常很常看 對 很不錯 對 好的 來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角度 怎麼樣 怎麼樣 但是 這個很瘦耶 對 對 很骨感的感覺 但是對於它小腹有一點 真的 有沒有 因為它中間是中空的有點突出來 對 它在吸小腹 可是它有練 它的背有一點背肌 對 這就是有沒有 絕對領域 絕對領域 絕對領域不是這裡嗎 它穿很長耶 對 它穿很長 我覺得他們沒有很滿意這個 你看他們的表情 大家都有點冷靜 你排 手上都有排 1到5分 這一個嗎 1到5分嗎 1到5分 來 1 2 3 初次見面了 1 2 3 剛好 6分 威全你給3分 3分耶 3個臭男生最高分的 其實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給3分 是因為我覺得 她的身材我覺得剛剛好 我覺得也不會說太瘦 也不會說太胖 健康 其實健康 我覺得我也不會 我覺得我不會看到太瘦 我覺得 好的 來 我們來看看下一位 這個感覺有在運動耶 這個我可以給蠻高分的 而且她的手臂有些 她的手臂 沒錯 她有肩膀耶 那重點了 重點了 我覺得她的那個 頭髮的那個顏色 還有那個波浪 它是辣妹耶 它是辣妹耶 辣妹喔 辣妹 辣妹 不好惹喔這個 哇 這個有點難抉擇 這個滿健康的 哇 她穿 她腳很開耶 她腳比較開一點 她腳超開的 可惡不然我滿滿意的說耶 天耶 想起我25東耶 我這個打麻將的時候 太real 這樣子有絕對領域嗎 這麼開的話 褲裝的部分 可能就會讓絕對領域消失 來 她作姿也偏man耶 對啊 看起來會炸毒 一 二 三 三 這明顯比較高喔 很會耶 來 志宜萌為什麼你給三 我覺得她的 手臂線條 還有她的那個 就是 這一塊 反健康的 上半身 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她穿一個運動內衣 又不會過度 比如說太過於性感 但是她又有健康的那感覺 對 好像有點刺青小態度 喜歡 壞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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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看接下來 真的 來 妳看 這個手臂有肌肉嗎 有 這個有 它雖然瘦 瘦 但是它有線條 有線條有沒有 妳看 這個好瘦喔 而且它的伸頭其實也不錯 好薄喔 而且它好挺喔 對 它打麻將好挺喔 而且它的腰是超細的耶 那看一下絕對領域呢 絕對領域 看一下 1 2 3 反而威權只可以3分耶 對啊 為什麼威權 我覺得 太瘦了 你看它喜歡健康 這才是真的喜歡健康 對 太瘦了 然後他們給5分 朱瑋寶給5分 你太明顯了吧 而且它的那個 我剛剛還想到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那個胸 我剛剛focus到一點 它的胸就是 比較 在呼吸的時候 比較會有摸動感 比較偏軟 哇 你看這麼仔細喔 對 對 就是可能女 我會希望女生就是比較 稍微有點結實一點 所以你喜歡硬方方的 不是 稍微有點結實一點 它那個比較像有一點 所以它練得像你這樣硬硬的嗎 也不能 就是要有一點就是 彈性 要有彈性 代表它是天然的啊 對啊 喔 那我有6分嗎 哇 5加1 對啊 可以加這個 5加1 哇 你這樣露眼看 就知道它是軟軟的 對對對 不好 我們看的地方真的不一樣 真的耶 而且 好像focus都錯地方 好好好 我們一直在看它Tim什麼牌 對啊 在看它的牌集 來 下一位 那這軟軟還硬硬 這個好像硬硬 這個好像硬硬 這個就比較結實 我是說 我不是說你硬硬耶 我是說 它軟軟還硬 四號是軟 重點是它沒有露出手臂 我看你是怎麼可以 對耶 沒有落手臂 這種就是有讓人家很遐想 你知道嗎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背 它就算沒落手臂 你看它的背 它是非常貼身的一點 一件衣服 的感覺 可以 對 它身材不錯 但它沒有腹背 它其實身材算滿好的 它下面的那個 下半身全部都遮起來了 我看到一個重點 怎麼樣 等一下講 現在講 它的頭皮非常健康 所以我要給它5分 真的嗎 真的嗎 它剛剛這樣照下去 它的頭皮很白耶 它前面幾個是頭皮膚平 那剛剛頭皮都有發炎 對啊 好 給分 這個滿辣的 這個滿辣 這可以 這會讓我充滿遐想 5分 4分 我有毛 4分 目前最高耶 而且你在4分 很棒啦 4分很棒 OK 你剛剛給6分耶 我剛剛給6分嗎 這麼衝動嗎 對 最後一位囉 來了 好大喔 我沒分數給了 這個是 這有點犯規 打麻將可以穿這樣嗎 對啊 這沒辦法打麻將可以 怎麼樣怎麼樣 這到底 它很完美耶 對 這個是男生最喜歡的 而且手臂也滿細的耶 而且也不會過多的墜肉 或是太壯 而且那個膚色有沒有 白白嫩嫩的感覺 這個頭皮健康嗎 這頭皮現在包得還滿好的 我覺得髮質是有一點乾啦 完全這視角完全不懂 但是這個真的滿好 這個我可以喔 皮膚很好 它的皮膚很嫩 來 1 2 3 1 我要給6分 6分 這個太棒了 完美 完美 所以分數出來了 最高的應該是最後一位吧 對不對 目前是1號分數最低 我們取中間的好了 中間分數是 3號 3號 12分 來 3號到底是誰呢 歡迎你 就是那個節目的主持人啊 他說我手臂很瘦 我有肌肉 好壯喔 你好壯喔 而且你還有雞皮疙瘩 好多喔 後面 雞肉被雞皮疙瘩 後面很冷 好… 來 歡迎1號 很好看 很好看喔 很美喔 很美喔 可是我覺得這是整套的 很好看耶 我說時尚… 時尚 因為他們後面的都太 很美 而且它有在暈燈啊 很美喔 它背超美的 好美喔 它的膚質超美 好滑喔 我們女生都覺得她很性感 只有他們這幾個男生 一直說妳就是性感 我給門高分喔 給三分 對… 門高分喔 然後我會給三分 以前我們在出外景節目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常去田裡面 就是拍一些農作物嘛 而且39度 對… 然後拍… 沒有喔 最… 那個生氣的 就是他們拍完農作物之後 他就會說 來 補鏡頭 然後就會找一些女明星 然後蹲在地上 插秧 就是這樣 就是喔 沒有拍到再一次 再一次然後洗菜 我想說 身為主持人 我也要去補鏡頭 然後我就說 來…我來補鏡頭 他就說 你不用了 可是我覺得 因為她給人家的感覺 就比較… 比較自信 然後比較有內涵的人 完全沒有人 沒有 你現在突然 我等一下這樣講 明白啦 辛苦你啦 來…請坐 真的很累 我會聽到這張好漂亮 來… 2號好了好不好 好 現在看2號 她剛剛拿下了11分 歡迎你 健康的來了… 她看線條的來了 我覺得性感她其實 妳把身體弄得線條性感 妳穿什麼衣服都性感 性感還是要讓女生有一點 不要討厭 有點個性感 對… 這句話很好 性感 女生的性感也不要讓同性 就女生討厭 對… 我們要選… 我們要選… 謝謝你們 來… 她一個人關你 再來呢 字號 歡迎你 好難喔 好難喔 我帶她的腿更加分 真的 這超美 而且她為了你 給6分對不對 對 真的嗎 對啊 沒有… 謝謝… 謝謝… 妳看多有誠意 她這種有點透視的感覺 沒有因為… 我們誰沒誠意啊 好好聊天啊 她很有誠意 她在節目露點 什麼節目 不會是我們嗎 不是 我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有一些遊戲節目 要穿比基尼 然後很多女生 就是因為妳穿比基尼短褲 然後玩遊戲的時候 就很容易… 扯來扯去就容易露點 有一些… 故意的吧 不是 就是… 水沖走了 就是她可能是下水到這樣下來 然後整個比基尼就… 就真的一秒定格 不是 真的… 真的往上翻的 對啊 我有看過 就是有一個外景 滑水道 滑水道 那攝影師不是… 而且旁邊的那些遊客都很開心耶 對 因為我們都是在一些工況的地方 然後還有那種 在那種地墊上面就是搶襪子 對啊 我知道那個東西 對 那種就是… 你要搶襪子 你又穿比基尼 然後有時候會不小心 要抓襪子的時候抓到比基尼 這個… 跳到胸墊 你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公知一下好不好 沒了 節目沒了 我們還有嗎 節目沒了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各位分享謝謝 最後一棒的五號 她竟然得到了三位男生最高分 沒錯 拿下了十五分 沒錯 因為妳給六分 六分 對… 她宿水 歡迎五號 來…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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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想不到耶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男生好像不大會喜歡 爆蚊 對… 錯了… 都會覺得爆蚊 都會覺得爆蚊很老氣 這是盲蛇 對… 這是盲蛇 因為它只有一小節而已 對… 它如果整套… 如果是整件爆蚊大衣那種… 會不會比較有那種距離感 距離感 對… 其實以前我也不太能理解這種穿搭 但最近Y2K有流行懷 所以她剛剛那個就覺得有重 走在流行的尖端 懂了… 如果你還不懂的話 我們坐下來請專家怎麼說 幫我們分析一下喔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才會… 才會真的讓男生滿意的性感 我們每一個細節都說清楚好不好 老師可不可以不要太難 簡單一點 非常簡單 其實今年呢 2023我們進到秋冬以後 我覺得就是性感兩個字是關鍵字 但是我們現在想像的性感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以前幾位直男都會想到就是女生穿得越少越好 然後不要太軟也不要太硬 可是現在其實是要一種健康型的性感 比方說第一種是 為什麼要露腰 因為女生現在都很喜歡去健身房訓練自己的身材 然後讓自己有肌肉的線條 所以你利用腰部的曲線可以讓人家覺得你是非常健康陽光 那因為這樣的風潮帶到時裝界之後呢 就會出現非常多短板的上衣 對 或者是比較中低腰的褲子 比方說你可以用低腰的垮褲 像羽絨那樣 那你就可以展現出漂亮的身形 了解 這是一個健康型的性感 那另外一種就是若隱若現 當然若隱若現其實已經流行了好多年了 比方說有蕾絲或者是烏干紗的服裝 但是不一定要露胸 也不一定要露臀或腿 你可以露在肩膀 肩膀本來就可以外露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用了一個漂亮的蕾絲或者是紗去遮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若隱若現的感覺 會 所以這也是今年第二個風潮 自由若舞的感覺 對 自由若舞 第三個就是男裝女穿 好好看 就是今年有非常多很寬鬆 越寬鬆越好的那種老跌風西裝外套 或者是呢 男生都可以穿進去的 比基尼 垮褲 對 大的牛仔褲 或者是大的這種寬褲 甚至是比較大的襯衫 那最後一個就是 今年很重要的重點叫做不經意的性感 所謂不經意的性感就是 今年在時裝圈有一個舞會叫做Real Talk 就是Real Life的意思 因為Y2K Style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的穿著它都是比較簡約 或者是比較日常 可是在日常裡面你會 無形中透露出性感 就是剛好幾位都有這樣講 比方說我去上健身房 我可能上面是一個簡單的坦克背心 會稍微露出我比較漂亮的身心 但是我底下就是一個比較寬鬆的褲裝 那這樣很日常的感覺 可是人家會覺得你很健康啊 你的性感是女生不會討厭的性感 所以這幾個呢 才是今年最重要的性感趨勢 好的 那髮型呢 維老師 這幾年其實寒風比較流行 然後在網路上的話 其實票選第一名的就是 高爐頂的大波浪 是第一名 那就像是這樣子的 高爐頂的髮型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個大膀分 好高的 好高的 這樣每天洗頭 這樣有一個很高 對 它一定要前一天洗頭 很鬆鬆的 但它有技巧可以做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 半頭麻尾也是非常 好可愛喔 對啊 那個比較細細長髮 因為它髮應該就會感覺 上面比較不會那麼長 有高度 比較膨一點點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細細每一個都可以駕馭 空氣的 空氣瀏海也是非常地流行 然後瀏海的位置也很重要 可以落在就是眼睛的部分 可以有一點半遮眼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點 這是要擦不擦的 對 然後可以抹一點點濕濕的 濕感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睡不醒頭也是 睡不醒是怎麼樣 睡不醒 睡不醒 睡醒 剛睡醒 睡醒的時候 清晨系的慵懶女神 對 男生好像還滿喜歡女生 這種看起來 沒有女的感覺 對 沒有什麼妝感 然後頭髮鬆鬆的 然後萌萌的樣子 像小狗狗這樣 對… 然後再來就是高麻尾 高麻尾 高麻尾 尤其是在綁的時候 沒有 最性感 對 咬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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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什麼了 就多了吧 很多畫面 然後這個脖子 這個厚枕露出來 大腸圈可以嗎 鯊魚夾 也是可以 鯊魚夾也可以 然後一定要留一點汗 但鯊魚夾是夾在嘴的 是喔 你們喜歡這樣 過程的那個動作 瞬間小力 然後其實 今年的第一名 就是高如鼎的大波浪 然後第二名 就是我們的那個 像謝忻的短髮 就是學生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 學生的戀愛感 再來就是高麻尾 高麻尾也是 男生非常喜歡 好啊… 那我們來看看 那個符不符合 兩位老師的條件 第一位 來 宇喬 好 宇喬 沒錯 我自己覺得 男生很喜歡透視感 跟有線的東西 因為男生就像一個 小男孩 想要拆禮物的感覺 所以像這一套 是我最近喜歡 就是後面只有線而已 那妳碰到沒有內心的 我媽媽拆到沒有 不會 她一拉就掉了 妳剛剛怎麼沒有穿這件打麻將 我想說 就是跟大家分隔 這一件是真的要去打麻將的節目 穿的 對 這時候要去營錢的時候 很危險耶 對 對 這是戰袍 最近剛購入 然後它這個的話 就沒有辦法穿New Brow 它就能貼胸貼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洞 就是有一個洞在這邊 所以就很 男生會很喜歡那種 對 然後再配上那種 高腰的牛仔裙 就是不會太過於性感 又有一點青春感 這後面沒有成這樣 就是 我光在看我心跳就加速了 背很性感 但是前面呢 因為它沒有辦法穿New Brow 它就是貼個胸貼 然後下面就不要再穿那種 太過於短的 或者太過於低腰 對 因為玉姐露太多了 對 又露太多 就是它可以露一點點 然後就是不要露太多 我覺得女生性感就是 不要全部都露出來 剛剛好 然後就是我最近還滿喜歡的 然後 妳也滿喜歡 沒有人問妳 沒有人問妳 OK 對 她一直叫妳閉嘴這樣 然後 因為像我自己還滿喜歡 就是那種 性感又有一點 可能小公主感的 對 所以像這種也是 綁帶 就是它有很多 綁帶 它露背 它露整個背 就是一半 對 然後這邊也是 然後袖子 那個手臂露得剛剛好 對 就是一點點 然後 像這個 而且這有什麼好挖的 對啊 哇 這很值得挖 你看背面 你看背面很透 哇 它那背是全部都是世界 綁帶 都是綁帶 然後整個是大露背 這也是只能 New Brow或胸貼 不是 它很透呢 不是 而且說妳是這件 妳怎麼自己穿 妳怎麼綁 我可以 我就是從後面 好難喔 從後面綁 那會抽筋吧 它很軟 它有在做妳家 而且妳知道雨潮的衣服 都有特性 就是妳會很擔心它 妳會想 它會不會要掉了 會不會這個會綁不好 然後它這個是 你看它的裙子也是 它就是大高插 綁到腰 對 它這個插很高 插到這裡 你知道 男生只要看到開插 就會成功 而且是腿長的女生 真的 因為這個就是肉背跟腿 胸部就遮起來了 就是我就會有一些小重點 小巧思 我認為都是一些綁線 太過分了 對 平常喔 像譬如說 尾瑩啊 對 雨柔啊 你們在介紹衣服的時候 這三個男生沒有挖來挖去的這種 真的 沒有在對話跟互動的 對 沒有像尾瑩的話就真的覺得 我們感覺就很像賣衣服制 像我們來喔 來喔 花色隨便看喔 然後都沒有人要進來 因為我抓到了 它的第一 它的衣服的材質都軟軟 對 軟軟的 然後觸感 滑滑的 這也是滑滑的 然後還有綁帶 對 第二綁帶 第三 它有可愛的元素 小公主 小公主 對不對 老師 太親銳性 荷葉邊 對 荷葉邊 然後它這個是 對不對 它這個是中間也是綁帶 綁帶 對 這樣可以這樣打開 哇 多多是信耶 謝謝你美花這個城市 謝謝你 謝謝 對 就是 然後你看它這個也是 也是綁帶 這件蠻特別的 它也是有一點 它也是透的 這有點睡衣感 它有一點透透 很像森女的衣服 對 我今天把它穿這件這樣 然後它是 它是這樣子穿的 它是露鎖骨 它是露鎖骨 然後也有露胸 謝謝 希望你們男生會喜歡 很直接的性感 是要在家裡面 對 很直接的性感 是在扇袍 這是睡衣 然後可以看一下 它整件其實是透明的 女朋友就是這樣 女朋友就是這樣 女朋友也一樣 煮飯耶 就這樣 然後套一個那個 那個洞洞 對啊 愛吃要飯了 愛吃要飯了 對啊 要啊 要吃它的飯 要外賣了吧 我們最近呢 非常推薦就是 女孩們可以穿 就是 女孩嗎 對 女孩嗎 女人也行 這件OK啊 這是它照片上 對 照片上 因為姚姚那件也有點 而且這邊是可以開扣的 然後 就什麼運動啊 跳舞啊 其實都可以穿 那請問我們要像照片一樣 第一個扣子要故意打開嗎 其實是扣不上 什麼 扣不上 是可以扣上的 不好意思 可以啦 沒有 我沒有要人活 大家一起坐 看著看著 我是真的以為 會崩開的感覺 對… 它那顆扣子是崩開的 原來可以全部拆開 裡面有穿內衣嗎 對不對 我裡面有穿內衣 然後它又是有胸墊 所以就會感覺更大 然後男生其實不會知道 裡面有胸墊的意思 所以就感覺胸部就會再提升幾個腳 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 你就是 裡面也是有胸墊的 然後你就可以穿 然後這種有線條 就是 掉在那種胸部上面 男生就會特別去看 而且不用戴項鍊 對… 然後就會特別去注意到你的 但前提是要有一點胸吧 這平胸會鎖骨會不會打到黃色 沒關係它下面還可以加墊子 再來就是 很推薦這一類 這個 這一張 對 這一張 包屁… 這種就是 我下面一定會配 就是像這種黑褲 黑裙之類的 然後它一定要小杯 小杯 小杯 小兆杯 就是這個 布料要少嗎 對 布料要少一點 然後讓你的胸 就裡面可能就加New Bra而已 然後就看起來比較… 很豐滿 對 大 比較大的感覺 對 然後像這個也是 這是這一張 沒錯 其實我的搭配 大部分都是那種音樂季 就是跑音樂季或夜店 他也是音樂人 我覺得你如果有什麼… 張顏 音樂上 無尊散 交流一下 我比較浮誇 比較表演類的 對 然後我其實要來講一下 就是我覺得NG的 來 NG的穿搭 這個就是很可怕 新梅姐最在乎的 對 這真的是一點脆肉都不可以有 然後內褲 內褲痕 內褲應該是不能穿內褲 因為連丁字褲 因為連丁字褲都會一條線 不是有那種無痕嗎 有無痕的啦 好貼喔 對 就是它薄到讓我很害怕 太薄了 這兩件都是 就是它們材質太薄了 對… 這邊也有一點 然後就會 你知道整個透到 就是很難看 它會薄到如果你毛沒有處理也會 對 這個就是我有一次就穿了 然後覺得自己很得意 因為它太透了 然後它其實是連 裡面穿什麼顏色都看得到那種 這是我自己很害怕的性感穿搭 等一下你下面有一個那個 一團那個蕾絲是什麼 抱大腿了 這是抱大腿 抱大腿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手 第一次褲 你忘記拆掉 大腿 對啊 我剛才也曬一下 對 然後我想說第一次褲 你打為什麼要抱大腿 這是這一件 你看看它這裡 有一個問題 都會不禮貌耶 其實這個設計是好看的 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介紹 好的 好的 因為就是姐姐有點年紀了 所以就是會挑部位露出來 等一下我面前說年紀 因為我現在自己有覺得 過了四之後 有一些地方真的蠻難維持的 就算我在運動 下半身 下半身肚子或什麼地方 朱雨某我問你 如果你有這樣的女朋友 你會幾年回家 如果是五點下半的話 你真的很差別待遇耶 我怕你殺了我 OK 那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就是可能 譬如說這邊可能沒有辦法撐很大 可是我的肩線 還有脖子跟背 這邊是漂亮的 所以我會挑 細肩帶 綁帶 就是另外一種啦 就是這種細肩帶 可以把你的鎖骨這一塊露出來 可是像我肚子這邊 可能有一些小腹或是腿比較粗的話 我就會用長褲把它遮起來 但是只露出上面的肩膀線條 就是女生不會覺得你有威脅感或討厭 所以你全部都是細肩帶 我都是細肩帶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然後像你們剛剛講的那種小背心 我也可以穿小背心 對耶 可是我的肚子要遮起來 跟那個 對 我跟若曦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很短 它就是這一節可以露出來 可是我不行嘛 所以我只能讓這邊有一點點弧線 然後露出尖線 但是肚子要遮住 就是有一些橘線啦 好 那另外一種就是也是內心 這好可愛 可是我都會選像這個地方寬寬的 因為手臂的地方如果太緊的話會擠肉 對 所以也不好修 那這個地方 胸口如果你讓它的面積露多一點點 而且搭小小的配件像這樣的話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說簡單 然後但是有一點點小性感 又有一點知心 明白 對 然後再加上結了短頭髮之後 整個人格外的可愛 所以就是 對 好 就這樣 這一趴 你三位很冷靜 對 好冷靜 我是真的覺得她我髮很好看 真的喔 對 我覺得很好看 可以帶回去見媽媽 媽媽打 媽媽會喜歡 對 媽媽打 對 我真的媽媽會喜歡這樣 那你可以給我互動嗎 妳在問我一次剛剛那個問題 我剛剛回答不好 妳說女朋友是不是 好 注意萌 肯尼 如果妳有這樣的女朋友 妳會幾點回家 妳這什麼問題啊 怎麼了 我不會 有這樣的女朋友幹嘛去上班呢 什麼意思 對 她剛剛去老婆 吃晚飯 吃晚飯 被包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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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門上班了 妳是幫我幫妳看過 是不是 老師挑一件適合的謝忻 那我真的要把謝忻 改造成真的屬於她的性感 因為我覺得 性感每個人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好的 妳不需要因為別人的性感 妳就要裝成那個樣子 對 我們就去Copy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想要把妳的性感誘發出來 好耶 期待 可以了 今年其實很流行 就是氛圍感的高爐頂 我們可以準備兩個大的卷子 那這兩個大卷子 可以把它的頂部 製造出它的高爐頂 可以用定型物在骨髮上 定型式 然後我們就直接拿吹風機 加熱 加熱 然後大概算7秒鐘就可以了 這麼快 這麼快 這個不一樣 會成功耶 因為這個更不知道方向 因為它這個分數更危險 不好也不壞 對不對 宇柔 來 收 但我的哲學其實就是 上下要挑一個重點 你要露上面 你下面就要遮起來 然後你要露下面的話 你上面就要遮起來 然後像我家裡面的短褲 基本上都跟熱褲 安全褲一樣 它的短褲都超短的 我的都是那種這樣削三角 然後側邊圈 因為那個腳會拉很長 它腳本來就很長 對 要不然屁股就會像安全褲 而且宇柔的大腿算是有肉的 所以就會覺得很性感 然後你上面不管是長板的 還是秋冬什麼 你把屁股稍微蓋住一點點 然後你彎腰的時候露一點屁股出來 我覺得那個還滿性感的 對… 我懂了 對 像這樣子 就只露一個地方 露一個地方就好了 明白 對 然後像這個我就是 就比較不是日常 不會穿出門 但工作我可能會選一些 就是可能不用去擠胸部 但是我可以露一些就是 感覺健康的露出來 就是可能腰線 縮固什麼 自然讓它露出來 那第一件那個黑色蕾絲戰袍是 這個其實 哪個時候用 我覺得有這種 它上露下也露 很直接的性感是要在家裡面 對 很直接的性感 這是算扇袍 這是睡衣 然後可以看一下它整件 其實是透明的 好 這很機會感 在家裡有畫是單穿嗎 單穿當然 不然 不然你們還要堆胸貼嗎 有樂褲啊 或是在家不會 會一樣 煮飯也就是這樣 哇 女優飯也這樣 煮飯也就是 煮飯這樣合理嗎 就這樣然後套一個那個 那個兜兜 威脅 威脅 還是要煮飯 對啊 還是要飯 要吃它的飯 叫外賣了吧 所以我會煮少一點 然後因為像我覺得就是 如果下半身 我會穿長褲或膏藥的話 我上半身就會挑一些比較 小件的布料 對 然後這個 也是可以當睡衣啦 在家裡 在家裡外賤嗎 就是它 它其實是整個透膚的 身材要超好的 它是整個透膚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外出的話 這件外出 對… 你可以加褲子 然後加西裝外套 不嚇到 你可以加褲子 加西裝外套 然後讓它有點若隱若欠的 沒有打開旁邊 還是有點透出來 你就會很性感 你不會太直接 對 還是可以帥 但也可以很性感 可以…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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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直接一點點 讓我們用別的東西 去把它遮起來 不要那麼直接 了解了 學到 接著下來 對的是我 喬心 男生好像也還滿喜歡 就是你知道 當服裝看不到的時候 男生好像也很喜歡 像他們說這樣子 綁個… 可是你頭髮現在很毛 對… 髮齒有點糟 對… 是不是又…又戴安全帽 又戴安全帽 對… 我那個頭髮的確是不行 所以我就說 一到冬天 或者是下雨的時候 我想說 要怎麼樣才可以展現那種性感的 讓男生看到 就會覺得說 天啊 妳超性感的 好難喔 可是頭髮… 我就覺得頭髮… 而且我頭髮又其實有一點點 最安全 對 太毛 然後有一點塌 我知道 很大 好美喔 全開 中空嗎 沒有 它裡面可以搭 是吧 好美喔 一個很重要的典禮 有… 或者是呢 你真的要誇張一點這個 真的嗎 真的嗎 交給溫老師囉 就講到今年其實很流行 就是氛圍感的高爐頂 然後像喬心 它的臉型比較長一點 對 然後如果它的頭髮 又是這樣子拖往下 就會看起來比較沒有精神 所以頂部其實我們要做一點鬆度 然後讓它看起來是有豐厚的感覺 但我可以建議就是 我們可以準備兩個大的卷子 那這兩個大卷子可以把它的頂部 製造出它的高爐頂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 放在卡在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拉起來 是往前喔 往前 然後長的地方這樣子 好 捲起來 讓它有一點張力 卡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的 我覺得可以做兩卷 一般人都會只會做一卷 那高爐頂其實就是 我們的瀏海跟頭頂區都要有膨度 然後頭頂區跟瀏海有膨度 它就會包臉 包臉的髮型就會 臉的比例就會好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臉型修飾的方式 那我們捲度也是一樣 捲子一樣 放進去之後 我們把它往上拉提 然後多的我們再纏下來 然後直接往下捲 後面那一卷就放後面 對 往後 這是往前 我們去支撐它的膨度 再來我們可以用定型物在頭髮上 在它的根部 尤其是髮根的地方 前後 把它定型 直接定型 定型 然後我們就直接拿吹風機 加熱 加熱 然後大概算7秒鐘就可以了 這麼快 好 然後讓它冷卻一下 然後我們再把捲子把它拆開來 有耶 把捲子拆開 對 好 就這樣好美喔 好美喔 好美喔 確定嗎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種 抗靜電的梳子把它梳鍋 這是私塑列車吧 對 然後它就會變成 立刻變成 好瘋喔 好瘋喔 然後鬆著 就馬上 而且是有光澤的 一般 那我們其實在做完之後 其實兩側 這個地方 可以做一個 把它做成一個線條 就往前推一點點 然後我們可以夾一個夾子 製造一個往前的弧線 然後再放一個夾子在耳朵上方 從下往上 然後這樣子立起來 怎麼用 對 再示範一次 就是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把它立起來 往回夾 往回夾 把它放進去再往旁邊 側著轉 對 側著轉 它就會有一個 擴耳的形狀 其實擴耳的形狀 就會讓臉習看起來 變得比較豐厚 比較飽滿的感覺 因為它臉很長 對 意思是講 臉很長也 從耳上點 我們再往前 推一點點圓弧度 這樣子 有一個弧形 好 然後我們再到 耳上點的地方 把它放進去 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步驟 然後把它做一個 Core的動作 把它開起來 然後這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用 定型 定型翼 好簡單喔 很簡單 然後把它 它就會撐住了 它就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波紋 有點像流水型的波紋 今天流水的捲度 也是非常的流行 也是一樣7秒鐘 1 2 3 4 5 6 7 好 我們再換這邊 如果10秒會怎樣 10秒更好 7秒就是 大概我們抓一個時間 然後大家可以抓那個 固定的時間 好 要講什麼 老師 因為我們這種不用大的電棒捲就好了 就快速 是嗎 但電棒繞出來它就會比較 它可能會比較深 那這個紋路你等一下看一下 它 電棒沒有那麼大隻 而且電棒會突然有一個捲 一個捲 但這個捲度就是你一波 不自然 很剛好 它就是很韓系的那種 剛好在這邊 有一點點的感覺 對 你劉海加起來差很多 對 就是有一個高乳 但我覺得這個髮型 如果要看起來更年輕 然後更慵懶的話 我覺得髮尾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對 它髮尾好看 髮尾 髮尾可以讓它再直一點 不要那麼捲 不要那麼捲 就會感覺好像真的是 睡覺起來的捲度 就是你們看如果它是 好看 直的跟捲的方向的話 直的會看起來比較 慵懶 對 又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一點 這很修飾臉型 對 修臉 然後看起來又很鬆 然後我們可以抹一點蠟 然後讓它有支撐度 有光澤度 這樣可以撐一整天嗎 可以 可以喔 就是如果你要撐的話 在髮根的地方 讓它撐一下 再撐一下 然後剛剛的地方 對 看這邊是紫的跟捲的 好香喔這個 就不一樣就會覺得 謝謝 這個很香 好香喔 就有一種睡不醒 然後有點流水捲 就是今年很流行的髮型 然後高如景 睡醒的那種瘋感 對 好看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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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穿得少疼的性感 好的髮質對的髮型 一樣可以散發性感 而且步驟簡單又快速 把這裡輕鬆就能上手 來看看謝忻 好扮喔 真的 謝忻 妳要花花對不對 妳好深的這樣喔 妳適合穿挺的布料 真的 不要穿到軟軟的了 好正喔 超正的 把西裝外套打開 我只有一句話 妳念是什麼 而且後面的美貝 好四個 如果妳有這樣的女朋友 妳要幾點回家 妳真的是謝忻本人嗎 妳們應該要拍手啊 拍手 很厲害耶 真的 而且姐其實很有料啊 我覺得啦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講性感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性感真的要適合每個人 因為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謝忻給人家感覺 就稍微帥氣一點 中性一點 或知性一點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剛剛講到四個趨勢裡面呢 有兩個還蠻適合她的 一個就是男裝女穿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不經意的性感 今年呢 如果女生去各個專櫃 或者是不管是精品 或者評價品牌 你們都會發現到 西裝外套整組的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重點 然後她有一點點這種 我們在時尚圈叫做 power shoulder 就是比較 比較有powerful的肩膀 墊肩呢 彰顯出她本身是一個 好像穿了男生的外套一樣 那這個反差就會給男生覺得說 你是一個女生 可是你穿著男生的東西 就像男人以前很喜歡看 女生穿白襯衫一樣 就是她會覺得 是一個異性的感覺 有性感的味道 然後這一件很特別的是 就是她正面的地方呢 看起來是非常的俐落 非常的深V 這一區就是兩個領片之間呢 這叫做V zone 就是V字區 那V字區越深呢 其實就會讓你的身形 看起來越纖細 看起來有點修身的效果 那我們看側邊 它側邊是有一排珍珠 看到嗎 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拼接珍珠 所以它整套到往下延伸呢 它整個褲管也是做珍珠的冰階 然後我們回到正面看 這個褲管本身它也是做 稍微有一點點鬆鬆的 然後最漂亮的落點 就是大概在你的指頭 還沒到的地方 那個地方你就是走路也是安全 但是也會有一點點那種 隨性不經意的性感 那我們再延伸到 裡面的這件衣服 其實我給它搭的 大家會以為是一般的那個坦克背心 對不對 實際上它是泳裝 泳裝 它是泳裝 可以下水的 對 它是body suit 是真的可以下水的泳裝 真的假的 其實你再稍微給大家看一下背面 很好看 泳裝為什麼可以這麼集中 你好適合穿這樣 因為這個泳裝 其實我沒有給它裡面 有什麼new bra 或者是bra top 都沒有 這個泳裝本身也沒有bra top 因為它比較小件 就剛剛講到 比較小件會讓你的胸型 看起來稍微在 因為它後面是綁帶 所以往上拉 所以稍微會有一點集中的效果 泻心不適合軟料的衣服 對 泻心非常適合硬挺的衣服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的身型比較偏肉一點 比方說你的體脂率稍微高一點 比較肉肉的女生 你不要穿軟的 因為軟的會讓你的身型 看起來沒那麼漂亮 像若曦可能也是 體脂不是那麼低的 所以她剛剛才會說 她穿那種很貼身的 感覺沒有很好 或者是她覺得很不自在 所以像這樣的體型的女生 我都會建議你們穿硬挺的 因為硬挺的服裝 是讓服裝去約束你的身體 那我讓這個服裝先把 泻心整個風格先控制下來以後 她最多的性感就在這一區 但是她是有點不經意的 除非她把外套撩下來 要不然也沒有人知道說 裡面原來是一個body suit的泳裝 然後另外就是在配件的部分 因為這幾年很簡約 所以簡約裡面 你的飾品配搭就變得很重要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很空 其實如果要極度簡約 你任何飾品不上也很漂亮 但如果你要上 你就不要太有衝突感 比方說我用一個冷色調 這裡的話會覺得說 你的存在感很強烈 因為都是英文字母 就會讓人家好像 要去凸顯這一塊 讓人家去注意到你的性感 其實是精液的性感 但看起來不精液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耳環 還有今年有很多 在耳骨的地方的這個墜視 它整個都是冷色調的 冷色調配上白色 看起來非常的乾淨俐落 而且我覺得高跟鞋也配得很好 它會不經意露出那個蝴蝶結 對 所以蠻漂亮的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凸顯它是女人這件 對 那他們因為這個蝴蝶結的沙系列 已經出現好幾季了 對 今年秋冬又出現新的顏色 就是這種有一點點深邃的灰色 好美喔 你看這個蝴蝶結在背面 那兩腳不一樣 對 兩腳也在背面 對 然後呢今年如果我們講到跟鞋 其實他們今年有出這種很漂亮的 很像是紅毯上會出現的 天鵝絨 然後搭配上繫帶 哇 你看這個非常的性感 在那個鎖骨 腳脖子好漂亮 對 腳脖子那邊 對 腳骨那邊會很漂亮 今年流行的繫帶 不再像以前那個羅馬鞋 要綁得很緊 對 那個很像是綁豬腳 今年就是鬆鬆的 然後有點 對 那好像是腳的項鍊 沒錯 然後呢 很性感 或者是呢 你真的要誇張一點這個 哇 這是什麼 哪裡啊 加年華吧 加年華吧 放歌喔 對 加年華了吧 對 但這個的話我建議大家 就是你 這很加年華 你下半身就只能穿 天皇本人吧 真的夢耶 他表演的話很適合 他表演可以 他表演的話很適合 但是你下半身就不要穿褲裝 當然 對 會打架 會穿三角褲 沒有啦 然後呢 再來就是服裝的部分來推薦 比方說 如果謝忻下次挑戰呢 我覺得也可以穿這個 哇 好美喔 唇開 衝空嗎 沒有 它裡面可以搭什麼呢 第一個 可以搭它身上這個body suit 要搭 或者是 黑色的比基尼嗎 可以 對不對 可以啊 或者是如果你比較 好感 好感 一個很重要的典禮 有有有 好看 這很美耶 紅毯 或者是呢 哇 好好看喔 這個穿那個比基尼 超辣 那裡面超好看 這個你才要帶到歐洲 帶到那個南法 對 對不對 蔚藍海岸 一到那個天使灣的時候 對 就穿上比基尼 裡面是火辣的比基尼 外面就穿上 這一定超美 這一定超美 法國帥哥馬上來給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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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再去 整個拿過去 直接包了啦 整個包了 然後也有像這樣子的 這個有 這個比較重 它這個是繡套 真的好看啊 等於你穿進來了以後呢 你可以 再把繡套塞到你的手臂 你就露一點點手臂 對 除了顯瘦以外 這就是男生喜歡 對 然後你下半身 你就選擇一個比較保守的 但是很可愛 好看喔 你看這個裙子 這是一個日本很有名的設計師 他是我好朋友 然後他自己穿的 他自己設計的 很喜歡那種 解構式的豬 解構主義的東西 一材質拼接 對 你要說牛仔 配上紗 你看喔 它沒有露出任何地方喔 可是你就覺得性感 然後這件裙子好玩的地方是 它可以正反兩面穿 就是它可以完全翻過來 完全變牛仔這樣子 哇 然後沙變在裡面 對 變沙在裡面 然後就會有一點點 若影若現的感覺 對 就變成沙在下白 對 就這樣 沙在裡面 所以很好看耶 好看 對 不是很漂亮 就是比較那種白天的look 然後翻過來是晚上的 對 就是還蠻酷的感覺 以上就跟大家分享 好耶 謝謝 流行的男裝女穿 不經意的展露性感 從頭到腳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不用到國外 在路上就會有人跟你發現囉 今天到國外的商品相記資料 還有下一集的男生的襪子 你在哪裡去買的相記 請追蹤 女人火雙大愛機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